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刚刚I做完了嘛 我是不是还有J 我有I这一栏要处理 那是不是还有J这一栏要处理 那处理的方式跟I很像 只有几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一样 看你要不要去录字句集 我是不打算录了啦 我就直接继续写进去 例如说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编辑 全部选举起来 复制 贴到这后面 直接贴上 这样是不是就两个了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把这个名称改成J 然后呢 当我在做J的时候 当我在做J的时候呢 我的游标应该落在什么 J2那一格 然后J2那一格 它如果是空白 那我就直接去做往下移动一格 所以这都不用动 然后接下来如果不是空白的时候 那我就去看一下 如果不是100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做 复制 复制 然后贴到什么地方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 但是 这个地方要改 这个地方要改 因为 它刚刚在那个位置 是整个往左边移动6格 可是现在我们在哪里 现在我们游标是不是要落在这一格 所以 所以 刚刚在这里是往右移动6格嘛 123456 就选这个范围 可是在这个地方 1234567 移动7格 好 所以这个 在J的时候呢 要变成 夫妻 什么 你刚刚说 哪里什么 哀怨J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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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 要呼叫J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范围 一样是 A1 到 F1 就是一样是 扣那6格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去做什么事情 这边都没变 这个地方变了 这个地方 它的意思是不是说 那个 回到什么 就是 我现在游标 这个地方 要往右边移几格 看一下 本来是不是在这边 所以我要 1234567 才会回到J1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要变成7 7 然后下面一格 然后回到J 然后回到J 可以吗 这就是 这就是 做完之后 可能要请稍微注意的 但是呢 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 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在做这件事 是不是 游标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J2 这个一刚开始做的时候 应该在哪里 I2 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会觉得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时候 你的游标在哪里 可是呢 这个I2 你不能写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写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会有问题 所以 我现在 我现在呢 我只能分别去执行 到时候我怎么并 我并这个I跟J的做法 就是什么 我再写一个句集 去扣I 扣J 只是在扣I的时候 我先把那个游标 我要先写好 我要从哪里开始 可以了解我现在的意思 所以 我们先去执行 例如说 刚刚已经执行完I了 那我现在就去执行J 所以我刻意先把游标 落在J2这一格 然后呢 Data Data应该游标是落在这里 因为 我继续把那个J来 有人购买的资料 复制贴过来 所以 在这个地方J 我是不是用聚集 那个ConsumerList J 然后执行 它在执行的时候 稍微注意下 这边都会变成没有回应 意思就是说 我在执行层次中 请你不要干扰我的工作 这是电脑的心声 我告诉你了 可以吗 知道这个没有回应 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你要是想 这个时候想要中断 就按ESC 它还是可以中断的 好 您看一下 到这个100 是不是就结束了 结束我们来去看这个Data 这边是不是有增加资料了 有增加资料 有增加资料 例如说最后一笔 滋滋 他买了560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是不是滋滋 这 J栏最后一个 是不是滋滋 他买了560 而且Code的资料 是不是都正确了 这样是不是做了I栏跟J栏 可以吗 我们象征性 至少我会希望做到 例如说K栏 LM N 反正每一栏都要做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来去做 J栏